军改朝野协商无共识? 立院下周二开始表决 立法院朝野党团傍晚协商,仍无法就陆海空军军官事官服役条例修正草案达成共识,已预计在周二的院会开始处理,需表决的争议条文至少16条 资料照,记者廖振辉社 记者曾维珍台北报道,立法院朝野党团傍晚历经四日的协商,仍无法就陆海空军军官事官服役条例修正草案达成共识 但已预计在周二的院会开始处理,需表决的争议条文至少16条 民进党团,民进党团傍能于下周完成三赌 立法院长苏家全金早邀朝野党团就军人年改进行第二轮协商 最核心的服役20年起之凤帅55%,年增2%等条文,因朝野旗舰过大,直接跳过 亲民党团阳,直接突破4万元,时代力量党团叛纳入退江附中条款与教官老师条款 民进党团总赵科建明认为 这涉及刑法,国家机密保护法,国家安全法,两岸人民关系条例,必须通盘处理,不能只针对退江 国民党团要求因攻受伤者的赡养金奉率也要提高 国防部解释,因攻受伤者除可领取退休奉或赡养金,还能再领抚恤金,待遇不会减少 对于退伍军人在任私校职务,民进党团同意退让,仅在任私立大专院校专任教师,且薪水超过33140元者,需停领退奉 国民党立委将万安,吕玉玲,曾明宗军炮轰 这是打击最优秀人才,凭什么他们不能零双心? 柯建明表示,政府每年补助私校300余亿元,不能毫无规范,现排除掉中小学教师,职员,校安人员 已是最大让步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出,当初三大裁军案转任技工者,有技术性回避掉双心条款,技工最高薪资也才34375元,警告出百余元,可讨论该如何处理? 而公交军规范配偶领取二分之一以属年金的资格为年满55岁,婚姻满十年,国民党团也有意见 王定宇建议,因年金的目的是养老,是否只要符合55岁?不必满十年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反批,只有台湾的军工交友伴奉,国外哪有这种制度?若要为此争论不休 前翠取消伴奉 柯建明直言,军人年金的架构已远佣于公交人员,若国民党要就每项细节计较到底,公交人员的相对剥夺感会更重 其他不管是离婚配偶请求权,政府每年拨补数额,滚动检讨机制,国民党均提出质疑 苏家全表示,全案无共识的条文只剩16条,周二上午九十半再会整个党团意见,包括每个条文的发言人数,时时就近一场处理 国民党团书记长李燕秀坦言,协商结果并非全一政院版草案,民进党团也有做出调整,但国民党坚持现役先行,退役暂缓,就看民进党团的诚意在哪里 柯建民认为,协商过程理性平和,朝野的旗舰其实不严重,若要强度关山的话,民进党大可首日就开始表决,何必耐住性子慢慢协商 希望国民党能珍惜这样的协商成果 包括以蜀年金请领条件是否不限结婚满十年,如何排除当年转任继工者,在任偏远离岛地区是否增列教育人员等,会再寻求党团的共识 点开加入自由电子报line官方账号,新闻卖动随时掌握,查看原始文章